中国大陆沈阳司法局13号晚间9点多 公布被保外就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讯 前天安门学员领袖乌尔开西 经本台多次致电 语气沉重 不断表示 我现在没有办法 当本台追问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中国大陆政府说 他已经挂上电话 乌尔开西说 本台再度致电乌尔开西 乌尔开西说 我现在没办法 我刚跟你讲了 我说我没办法 是尤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